如果题目问 A.观察 写下你所看到的东西 B.原因 根据观察结果解释为什么 C.预测 根据整个实验过程所显示的资料 预测可能发生的事情 D.结论 用科学原则来为实验做个总结 明白了吗 明白了 我们现在就开始 下头显示了一种学生所进行的实验 一个绿豆苗栽种在一个盆里 A.写出十天后对绿豆苗的一个观察 在观察和十天这两个词的下面划线 你认为十天后幼苗会发生什么事 植物会对水分 阳光 触摸和地心引力产生反应 因此 在这个途中 我发现植物被放在一个有小孔的黑盒子里 因此 我认为植物的金会像有阳光的洞孔生长 正确 答案是幼苗会向洞孔生长 就这样呢 我们不需要解释为何幼苗会向洞孔生长 记住关键词 题目是要一个观察 所以你只需写下你所观察到的结果 如果题目要的是原因 你才解释为什么 好吧 我会记住这一点 B.根据A的答案写出一个原因 啊 现在我们需要给一个原因 对不对 是的 答案是幼苗对阳光产生反应 好 下一题 C.预测幼苗的根将会发生什么事 关键词是什么 预测 是的 把它划线 预测的意思是根据所显示的资料 预测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嗯 根不需要水 所以我认为答案是 根会向潮湿的土地生长 对了 预测的很好 下一题 D.从上述实验中 我们可以做出什么结论 结论 请在关键词下划线 那么说我们可以做的总结是 植物的金对阳光产生反应 而植物的干部被水有反应 很好 我们尝试最后一个题目 好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复习一下其他的关键词 如果提供的要求是 变化形式 看看数据的变化 常用的词会有 增加减少 保持不变 也就是没有变化 原因 写出为什么 记住这两点 改变的事项 和观察的事项 改变的事项 是什么改变了 也就是在实验过程中 有改变的事项 观察的事项 是观察到什么 也就是实验过程中 记录的事项 好 我们已经抄在纸上了 我们会把它贴在房门后面 然后每天复习 好主意 电视机前的同学们 你们也可以这么做 现在继续下一个问题 以下条形图 显示了从2000年到2009年 玛丽先生的家庭成员人数 A 写出玛丽先生的家庭人数的变化形式 变化形式代表变化模式 做的方式是以增加 减少或保持不变做答 在这里 我看到每三年人数都会增加 没错 所以答案是增加 B 根据答案 A写出一个原因 原因 我